那彩威其實對我們剛好有楊明哥幫我們來Cue出來 去做對比的話 大家就順便來看到之前的南鐵東儀的畫面 這其實我們在選前已經讓大家看過好多好多次了 一直用廣告的方式讓大家重新喚醒記憶 其實我們沒想到的是 不光只是選舉的當下或到選前 他都沒有要告訴我們最新的進度 選後真的就是再也沒有聽過他講 關於賴皮寮到底公益信託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這個議題喔 我們的CG 就是我們的這個板子可以都不用換 電視牆 因為你可能到了這個四年後啊 三年後 對 還在公房這一集啊 還在公房賴皮寮到時候在公益信託 我剛才跟大家保證 他就是不會猜他是不要猜嘛 他連公益信託進度是零 不過好公益信託只要有進度的話 那個案件都是要去申請的 他會有主管主管主管機關 我氣到講不出來的話 主管機關去收到你的申請 那事實上現在他連這個申請書都沒有遞出來 是問他有什麼樣的這個決心要去處理這件事情 事實上就沒有嘛 他連想要把那邊可能改建成他說他之前說的什麼念館啊等等的 我想他都不會去處理啦 反正現在總統最大啊 民進黨最大啊 他要去處理幹嘛 那邊就是他一個違建的老家 而且之後他當了總統 那邊就是一個官邸了 只是說國安人員不用進駐 因為之前被罵嘛 好我現在就是說國安人員不用進駐 還是還是因為你被罵 所以我做錯了改善喔 他現在會這樣子講 所以賴皮聊這個 我們不要奢望他回去處理 雖然國民黨在立法院一定會監督到底 但是賴清德你從這件事看得出來嘛 就是我違建就是違建啊 但是我違建你的說錯嗎 不是啊 只要是我的錯都不是錯了 民進黨就是這樣子雙標嘛 那其實他們雙標只有這一件而已嗎 沒有耶 當時候盧秀燕很有趣的一件事 盧秀燕說他喜歡喝可樂 民進黨罵他喝可樂耶 對這也可以出真 對賴清德可以喝全堂珍奶 盧秀燕不能喝可樂 請問什麼道理啊 還有之前那個吳怡農 因為在我選區我要特別講一下 當初不是有人說他是農包嗎 因為他很ㄎㄧㄤ嘛 就是不管是說話還是舉動什麼都很ㄎㄧㄤ 對然後他說 國民黨高層啊這個說話 完全不入流 不能接受 奇怪了 你當初就可以去霸凌韓國瑜 說原來是草包 農包就不行喔 請問農包跟草包 哪裡不一樣 不都在霸凌別人嗎 那如果要說到這個 附路去大陸交流的事情 更好笑了 民進黨去大陸就是交流 國民黨呢 或民眾黨去大陸就是親中 真的非常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覺得 民進黨的頭腦 我真的也覺得很佩服 就民進黨的頭腦 他的左腦跟右腦 可能不是像我們的左腦跟右腦 是一樣的 他們左腦跟右腦是雙標 兩個完全不同標準的 左腦跟右腦 這可能是我唯一 也是這輩子最欽派民進黨一件事情 這個調查結果看起來現在是不公開了耶 因為不光只是影片黨 影片黨當時的理由叫做 鑑定結果雖然出爐了 可是被害人未同意的話 依法不公佈 那還有陰黨也是喔 陰黨告訴我們的事情就是說 因為現在呢這個偵查不公開啊 所以呢我們不會知道結果嗎 這陰黨當然不能公開啊 公開可能動搖國本啊 因為他錄音的對象都是總統副總統 還有行政院院長啊 放出來的那一段 我個人認為可信度非常高 當然我不能說他絕對是真的 但問題是裡面的內容 可能大家聽起來覺得 不是很重要講一些什麼風俗啊 神怪的事情 但只有 若是真的話只會有這一捲嗎 我現在不會啦 羅智德一定錄了非常非常多捲 如果他真的有這個習慣的話 那其他捲會不會有重要的事情 會不會討論黨內的事情 會不會討論接下來跟兩岸 包括跟美國的問題 別忘記賴慶德怎麼稱讚羅智德的 外交人才 對啊 所有國民黨的外 民進黨的外賓 都是要交給羅智德來去聯繫的 所以羅智德手上 會不會除了 蔡英文 蘇貞湯他們的錄音之外 他會不會還有外國 一些好朋友的錄音呢 說不定也都會有 所以沒有人敢說這是真是假 因為如果是真的 查下去 哇那真的不是開玩笑 可能整個東西都會拉出來啊 但是我還是要先講 賴皮疗的事情 對 剛剛柴維穎講了 賴皮疗他當然不會拆 他已經講了他不會拆 因為他說那是他的老家 這是合法的 但是我想討論是一個問題 別忘記當時是多少人 蔡政府在幫忙護航賴皮疗 國土署那時候怎麼說 他說他要讓賴皮疗合法化 讓礦工療合法化 這個我覺得還重點 賴清德你不要選完 就忘記這個事情 我希望你記得 你之前承諾過的東西 那些礦工療真的非常辛苦 辛苦了 你當時承諾他要讓他合法的 好好的幫他做這個事情 而不是所有的國土署 蔡政府只是為了護航賴清德 而跳出來說 我要讓這個礦工療合法化 結果當賴清德選完之後 又沒有這回事了 對 沒有在講了 沒有在講了 完全沒有在提這個事情了 那請問一下旁邊那些 一些助戰你賴皮疗 旁邊那些鄰居們 都是免洗快用完幾丟嗎 那些人在選舉多支持你 還記得嗎 他說這一區賴皮疗開了超高的票 非常高 因為大家都感同身受 對 楊明哥當時有給出數據 對 就選完咧 有沒有再提過 其他的人怎麼辦 沒有欸 當作沒有這回事情 所以說不要拿悲傷 當作選舉的一個手段跟工具 這是非常下流 而且不道德的做法 所以你賴皮疗 你到底要不要拆 還是你要不要公益信通 你盡快決定 但是怎麼樣讓那些真的辛苦 真的受到很大一些 難過的那些礦工 不管是誰的二代 他們能夠保護他們 真的應該要留下的一些紀念 以及記憶 我覺得才是你賴清德 接下來上來必須要趕快做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把所有的話 都只是選舉的語言 因為對這些人 我覺得更加的不公平 而且不要忘了 這些人都是投票給你的 那當然羅志正我覺得 唉 他這個問題我覺得 不是放出來這個情色照片 情色照片是私的的問題 對 他老婆能夠接受 他家人能夠接受 他選民能夠接受 沒有人有資格說什麼 但是錄音 偷錄音 國安問題欸 這不只國安問題 這是人格有問題 對啊 一般的人誰會去錄音呢 我跟才會聊個天 我要錄他的音 對不對 而且現在調查局說 鑑定結果已經出來 但是不公布 對不公布嘛 掙查不公開 注意喔 如果總統被偷錄音 然後掙查不公開 這國安問題還不公開 對啊 那你就知道一定是真的 真的 銀行長一直說國民黨有洩密 真的洩密有可能是他呀 他真的有沒有可能叛國也是他呀 對 真的該查的不查 就是真的 綠能你不能 只要是民黨有關係的人 他都盡量保護 但是只要跟他沒有關係的人 他完全就是會有 這個語言霸凌你欺負你 讓你沒辦法生存下去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喔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